好,我們來看一下國立的11月30號到12月6號 十二生效的週運4囉 哇,這個月份呢,已經到了年底囉 那要為未來的新的一年呢 開始做好計劃跟準備囉 那建議大家呢,在這個月份當中呢 可以多為自己的居家風水好好的除複氣 尤其我們家裡的西方 就是2021年最大的柴位呢 這個位置呢,可以用盞燈把它照亮 以及正東方的地方呢 就是代表智慧文昌的位置 西方跟東方這兩個位置呢 打掃乾淨,然後保持明亮 相信你在2021年提早佈局呢 一定可以開啟好的運氣哦 好,我們來看一下生肖鼠猴 老鼠還有龍的朋友呢 在這個禮拜呢 運勢上呢,表現只有一顆心的運氣哦 那在哪方面要特別注意呢 哇,這一半你會感覺呢 憂勞過度哦 有很多恐懼的事情 或者很多煩心的事情呢 讓你覺得說 對未來呢,充滿了不確定性哦 尤其工作上的表現呢 會覺得說,怎麼事情這麼多啊 處理不完的一些鳥事 你會覺得說,真的人生呢 感覺是不是有點茫茫然哦 但沒關係,這個時候呢 一定要保持心情的穩定 越穩定呢 你才會從這個煩惱當中呢 升起一些智慧 讓未來呢,才會看到光明面哦 所以要記得哦 遇到煩心的事情呢 不妨深呼吸 或者出去走一走 不要執著在當下的工作 那我相信你會越來越好運的 哇,這禮拜運勢呢 屬蛇、屬雞還有屬牛的朋友呢 運勢的表現有三顆心哦 特別恭喜你們 在哪方面的好運氣呢 就在桃花方面的表現 還蠻不錯的哦 你會發現人面桃花的局勢呢 大為展開哦 然後呢,可能之前 跟人家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啊 或者有一些誤會的狀況啊 這個禮拜呢 你會感覺到好像遇到很多貴人 或發現事情的真相 不是你想像的這麼的糟糕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人際關係呢 會化解誤會 而且會特別的圓滿 那如果呢 你想要追求新的桃花 或是有新的朋友的運 要展開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了哦 這禮拜呢 可以去拜拜月牢啊 或者是呢 幫居家的風水當中的臥房呢 好好的打掃一遍 例如說換一個新的床單、床罩 你會發現說不同的心情 會帶來不同的好運氣哦 那追求桃花的朋友 不要忘記了 不要宅到家裡面 多安排一些旅遊 或者是一些社交的團體活動 你會發現說認識新的對象 認識新朋友的機會 一定會大為所真 而且呢 也會讓你呢 真的戀愛成功哦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禮拜呢 生肖屬虎、屬馬 還有屬狗的朋友呢 在運色表現上 有四顆星的好運氣哦 在哪方面獲得好運氣呢 恭喜你在事業以及工作方面呢 你會發現還蠻得心應手的 雖然雜事有點多哦 但是呢 每一件事情一來的時候 都可以發揮你有如神助的力量 關關難過 關關過哦 或許會讓你搞得很累 不過沒有關係 你可以在工作之餘呢 安排一些像運動啊 泡澡啊 或去按摩的一些行程呢 會讓你舒緩這個身心上的壓力 當壓力釋放掉了之後 你會發現更可以掌握到 很多的好機會、好運氣 那有時候呢 福報來的時候 那我們一定要多把握 這個時候呢 不要急著休息哦 多努力工作 你會發現 機會都會為你大大的增加 哇 這個禮拜呢 恭喜生肖屬豬、屬兔、屬陽的朋友 運色表現有五顆星的好運氣耶 在哪方面的好運呢 就是財運方面呢 你會感覺到 賺錢呢 還蠻得心應手的 尤其呢 在事業上的表現的績效 很特別的良好 例如說 有一些業績方面的表現啊 或做業務人員啊 你會發現說 哇 這個事業的推廣呢 其實還蠻順利的哦 所以呢 你要趁著這一股 順利的一波好運當中呢 為自己呢 開創一番好的成績 所以呢 不要太過懶惰囉 不要忘記了 有時候呢 當你得到財運的時候 你要記得廣結善緣 不認識你的同事 或周遭的親朋好友 你只要多大方的去 可能請客啊 或者是跟大家廣結善緣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是一個善的循環 會讓你呢 人脈同前脈哦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半呢 加碼的部分呢 恭喜我們財運最旺 生肖屬羊的朋友哦 那如果有獲利的話呢 不要忘記 一定要多做布施 累積福德 好來看一下呢 事業最佳 恭喜生肖屬羊的朋友 哇 這個禮拜呢 你的事業呢 有如強強棍的好運氣哦 一定要多加把握以及努力哦 好來看一下 桃花最好 恭喜生肖屬羊的朋友 哇 人面桃花的局勢大為展開哦 所以好好的去經營自己 規劃自己會讓你呢 更加的人脈通前脈